透過路口監視器畫面 可以看到這輛轎車正在左轉 有一輛機車卻從右側衝過來 撞上了轎車 機車上兩個人都彈飛出去 躺在馬路上 他都要撞馬路在 要嚴重了 當救護人員趕到現場 女性傷者頭部有外傷 他還能指出自己的右腳很痛 距離幾公尺外 男性傷者意識也還清楚 他幾度的抬起頭 像是在尋找女友在哪裡 案發在7號 20歲陽性大學休學生 載著高中應屆畢業生 18歲陽性女友 兩人從台中看完夜景之後 打算騎車充100公里 要趕往新竹市 參加女友的畢業典禮 清晨7點多 經過苗栗院理鎮介受路 疑似趕路搶登出車禍 雙方駕駛及乘客 均有多數擦坐商送醫治療 酒測時均為零 將細造勢原因善待釐清 開車的51歲李姓夫人 也受到輕傷 幸好三人送醫治療之後 都沒有生命危險 民視新聞邱俊昌 苗栗報導